哈喽大家好 前两天给大家看了几期房子的视频 今天给大家看一个不一样的房地产仓库 看看近郊附近也是有中超的 城市 这是在法国很有名的中超 我们这不是最近要办个活动吗 需要一个比较大的仓储 所以我现在来寻觅一个足够大的库房 现在我来到了巴黎近郊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儿还算是巴黎交通比较方便的 这边到时候我集装箱过来的话 卡车运输也比较方便 刚好我朋友也在这边租了一个仓储 它那个比较大 600多平米 我们过去看一下 我能不能从它那分到一杯羹 这边环境太好了 鸟语花香的 这边它连路况也都不错 这个拖车什么的都过来都没有问题 其实我还挺担心这边要是路比较小的话 40尺的贵的那种大拖车过不来呢 但是看这个环岛这个也够大 没什么问题 我们去那边那个仓库去看一下 这就真的是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前两天开始找这个仓储这块 就一直没找到特别合适的 要不就是位置远一点 要么就是储藏的空间不是很好 就也赶巧了 昨天刚好晚上临睡前了 问了一个朋友 他说他自己在这边 刚弄了一个600平米的一个大仓库 还有飞机呢这上哪 这是农用飞机吗 法国这边呢也是分最基础的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和农业用地 像我们这种租这种仓库仓储这种 一般都是选择这个工业用地 农业用地的话也不错 但是农业用地它不给通水通电 所以就稍微有点麻烦 毕竟你那仓库里面要连个灯都没有 就还是挺挺不好的 因为我之前找了一些 就更远一点的 更远一点就是那种农业用地上的 它是那种骨仓 其实骨仓也不错啊 就是够大够高 这边也太漂亮了 这个环岛好多花花 那边应该就是那个仓库去了 我们能看到那边厂房什么的多一些 这个应该就是我朋友那个仓库了 这边环境还不错 道路够宽敞 你好 是这边都是咱们的吗 这边是五个 咱们是其中一个是吗 对 18号一共有五个 这个门都是叫18号 这边近40尺柜的大车没问题是吧 后门打开以后 然后你开始切过了 OK 好 那咱进去看看 结果他说他刚好弄了一个 我说这么巧吗 这是有灯的是吧 里面 真的有灯 你们这有几个贵的东西啊 四个五个 三个是吧 这有六米高 六米多 六米多 雨什么的不漏是吧 通风什么的 我们住之前他刚刚你看到颜色没 新的 新的 这货车也是咱自己的 送花要用 这上面是办公室是吧 这办公室现在上面咱都空着呢 对啊 我们就在现在我们用一用 就有这样的东西 我会让他们在工厂我把东西拍一下 拍一下以后我给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那个散件放哪合适 都可以 具体要有多少 而且一样有多少高度 哎呀 好了 看完了 大家觉得这个仓库怎么样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啊 这个空间高度还挺好 哎 那就到这里吧 现在下雨了 回家吃饭 拜拜